發行社群的諾富特飯店的完工 我們確定有人問到病毒之後 這個飯店已經緊急來提供到四百十二的人 全面來健康 我們也獨家來訪問到 尋找到執政減益所有的基礎 他們說這個假日的基礎 一個月三天變成十四天 他們都人氣感到進不來 說早前進場 他們這些基礎就在說 就在懷疑 說這個諾富特飯店 真有可能就是病毒的感染源 因為不然有來自不一樣基礎的基礎 也有多一個基礎 這個感染的風險 確實是儘管 這段日期諾富特飯店第二天 環環去基礎室外生事 一早上常常聽到 但市長的聲音 還以為自己聽不到 沒有管 後來才發現 保持等等 原本的三天突然變成十四天 其實我還不是最慘的 有人一個月 回不了家 憲你早來 洪要求光金離開飯店 全部都是穿假日山的醫護人員 外生事也穿假日山 坐巴士離開飯店 要去接種減益所 我們聊天的時候就認為說不定 也許這個諾富特就是病毒的來源 不同的基礎也非常好險 不一樣 也不會在 同一個駕駛場環境裡面 昨天新聞也看到了說 十個集市裡面有六個是住過諾富特的 可能證實了我們的猜想 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是把諾富特所有的員工都查一遍 都把他們的抗體檢查一遍 知道到底整個諾富特的員工 到底有多少人被感染過 你把這個都釐清以後你常常去知道 諾富特到底有幾個感染點 諾富特飯店裡面 包括200空氣圓原工 100空九位發行基礎 76位滑基礎 和20位放下總共412的人 根據風刷去落的一中減密索 感謝時間有100位基礎 向駕駛 全集到發行航班的調查 全部自四月二十九到五月十五